现在位于距离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 目前我们开展了包括物理学、排料学和生命科学等方面的大量研究 下面我们请叶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海空中细胞的神奇变化吧 这是星际细胞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画面 同学们有没有看到有一闪一闪的荧光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其实这是细胞自身生物电的一种反应 因为这些细胞它是活的 我们是利用细胞生物电来激发荧光这么一个特殊的手段 才能看到这样一种画面 非常神奇胞跳动的画面 也一起来看一看吧 好 来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也是星际细胞 它们在以成片的形式在做收缩运动 大家可要仔细看哦 有没有看到它们的运动 它们就像星际一样 一动一动的 而且它们的运动还会有节律哦 究竟怎么样还能完成太空转身呢 哎呀不行了 叶老师开始转身了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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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的乒乓球是不是浮在了水面上 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大家肯定不会感到意外 那么我在太空中做同样的实验 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我们一起来认证一下 这是因为福利是随众产生的 在太空失重环境下 福利几乎消失 所以乒乓球不能像在地面一样浮起来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个美丽的现象 大家要认真看哦 首先我们要做一个水模 这是我和我的女儿在地球上一起准备的八朵折纸 现在我把它放到水模上 看看会有什么现象 同学们看到了吗 八朵再慢慢地开 现在我们往水球里注水 同学们都知道 这是因为在失重环境下 水的表面张力会大显神威 所以我们才能做出一个地面上无法做出的水球 同学们 现在你们是不是能够看到一个 对的我 同学们 同学们 现在你们是不是看到一正一反两个像呢 坐在地面上可是很难见到的哦 课程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放松一下吧 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太空欢乐球 同学们 同学们看 把最好的颜料注入到水球当中 现在我把泡棚片放到水球里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在失重环境下 气泡只是在不断的产生 并没有离开水球 随着气泡的 不断增多 水球 逐渐变成了一个充满欢乐小气泡的气泡球 而且伴随着气泡的产生 还有阵阵的香气 这个蓝色的小球 像不像我们的地球 非天暴 有不施咒 科学暴 张力无限 同学们 期待 下次再见 再见